奇怪你把病人这么回来都给拿错了 搞坏了不得了 赶紧还回去 我好像在忙 把你的衣服洗一下 你过来看一下 什么东西 有个零快递 快递应该是一连书 学习资料不能放在那吧 我感觉不太像 你过来看一下 不太像 不就是书怎么不太像 很大吗 挺中的 挺中的 那是什么 书应该不会装 这是快递 根本都不想书好吧 这是书 我来开开 你看看 你过来 是不是你跟小爷买玩具了 我没有买快递啊 那这不乱什么 哎呦不得了 新哥哎 怎么过来 你是不是拿错快递了 没有啊 肯定拿错了 这是一个手机哎 肯定是别人的 肯定还回去哦 你手机刚好也不能用了 不论是别人的东西 肯定还回去哦 拿个东西都不小心 肯定是同名同姓哦 看你着急的样子 肯定着急啊 别人也急死了 再说了 这么过程的东西 别人要以为我们搞坏了 怎么办呀 哎好了好了好了 其实是我买的 你买的 你买的 你买手机干嘛 你手机不是干换吗 我给你买的 你手机不是不能用了吗 不能用也没事啊 还得将近着用啊 这个应该不少钱嘛 能不能退掉 哎买都买了 退什么退啊 肯定这太贵重了 我手机还能用 那我完全不能用再买啊 你手机经常给小孩 那个拍这个拍片的 经常散退的 全都买个便宜的手机啊 手机太贵了 今天刚好不是情人节目 三里话里一说不实用 三里一个手机不刚好吗 哎呦这太贵重了 我也舍不得用 你不是喜欢白色吗 喜欢是喜欢 那新的流血 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 好了 我也装上嘛 好了 数据你倒过来 这个手机可以下岗了 下岗还挺舍不得的呢 用了好几年了 这都不去 新的不来嘛 你说单闹钟吧 你这平时打个卡都闪退的 是的 就每次这都越麻烦 它一下就闪退了 你先用这个手机好不好用 这新的肯定好用啊 这速度好快哦 你看 好玩吗